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乾隆盛世的封疆大吏们,不放过每一个被捕的折合人业教徒。 兰州和华林山战火熄灭后,一侧《新顶兰州纪律》里充斥着京城和兰州之间过系繁琐的调查文件。 一个词汇,严居,形象地描述着他们对折和人业俘虏的细致折磨和炸骨稀碎的拷打。 每一个村庄,每一户祖坟,每一个妻母子侄都被乾隆亲自监视着迫害。 拘训之后,土尽口供的人并不能侥幸豁免,斩刑是最清楚之。 保甲进入宗教,相约一职从此作为回族内奸而及官室流传,形同特务。 甘肃一片死的宁记,折和人业似乎绝灭了。 这一瞬之间的视觉同样出现在文人之中。 纵观接触过折和人业的文人,便发现他们都没有了解全部真情, 都不能把乾隆年圣战看作折和人业教室链条上的几个环节。 他们并没有怀着对于殉教者的同情深入调查。 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,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。 而历史从来只是秘识。 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默克, 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。 真实深深地隐顿了。 直至二百年后,以教内知情者的立场望去, 折觉得从乾隆到当代的智识人就像是一群瞎子挤坐一团。 折和人业进入了沉默。 虽然他的名称是高声赞颂, 而且不止一次喧嚣怒吼过, 但是直至辛亥革命满清覆灭, 他从未暴露自己的核心组织及交统。 纵使到了一百六十年以后, 穿着皇军军服进入中国北方的回民调查组, 也没有搞清楚何谓折和人业。 文人当然是从不为历史负责的。 久久因不能洞悉折和人业而深感不安折, 首先还是中国的统治者。 因为前一侧亲定兰州纪略, 与后一侧亲定石丰宝纪略, 可以感觉乾隆的心境。 面对着卷土重来的石丰宝石变, 自始至终, 乾隆总企图突破障眼的迷雾。 奏折中间一人则逼令将帅追查一线, 反复强调另有为首之人, 并判断一切具体该番主谋, 宣布查获那个人乃细搅拌一回第一季要清洁。 应当说乾隆是有预感的, 他嗅到了黑暗中的敌手, 那是他的有力的否定者, 他不可能得逞。 信仰, 当被迫地变成了军事武力时, 他并不能借助神圣而胜利, 但是当他被迫地还原成本质的信仰, 及精神时, 他是坚强的。 守密, 对于思想者, 信仰者来说, 是生命和灵魂的最后一道防线。 死固然可不, 但堕入灵魂的活域才是真正的恐怖。 折合忍业在十八世纪的教室证明了这个道理, 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可以打败他们的人, 但不可能打败他们的伊玛尼, 信仰, 真实的隐藏, 即使在今天也并没有完全结束。 折合忍业三大阿拉伯文内部秘籍, 热什哈尔, 曼纳给布, 道同史传, 并没有公布全部秘密传教, 包括导师代代的传递和信仰, 在多斯达尼中的传播的渠道。 二百年虽然过得漫长, 但我们的耐心如实上铁除, 为着善良和富有人性的朋友, 隐喻和暗示, 包括我的隐喻和暗示, 已经说得太多了。 宗教不是推理, 除了水之外, 液体中尚有乳, 蜜和酒, 在折合忍业付出了那样的代价之后, 他们渴望的不是廉价的理解, 而是历史的正义感和艺术的正义感。 几十万折合忍业的多斯达尼, 从未怀疑自己的魅力, 他们对一个自称是进步了的世界说, 你有一种就像对自己血统一样的感情吗? 折合忍业不是一个似是同堂深宅大院里, 因为个人的失恋而写作的作家。 折合忍业是中国劳苦底层, 这片茫茫无情世界里的真正激情。 折合忍业的高声赞颂, 连同我的这一缕声音, 都只是天赋的外现和表现, 他从不幻想中国智氏阶级的施舍。 在屠刀上的鲜血滴滴入土的时刻里, 屠夫,包括乾隆, 不知道拱北的地点, 吉克尔、穆罕麦斯, 耳麦里和深刻的脱勒盖提兜如血的渗透一样传开了。 从华林山的盼望结束, 到石峰堡战事开始之间仅仅三年。 在开始叙述乾隆四十九年折合忍业起义之前, 读者首先应当了解, 三年间的两度绞杀, 并未把折合忍业逼尽死灭。 相反,乾隆盛世对折合忍业的迫害, 使得这个穷人叫门从此丢尽了幻想, 诱惑和可能性, 决意走上了他前地的险路。